封路改道大批远警驻车戒备 美国又在爆发枪击事件 威斯康辛州一名68岁退休法官 3号清晨在住家惨遭杀害 凶手是证明56岁男子乌德 当警方攻坚时 他躲在法官住家地下室 朝自己头部开枪 紧急送医 但调查人员进一步发现 原来他的枪杀对象不止一人 据了解该名嫌犯前科不少 二十年前遭多项罪名起诉 其中一项是枪械罪名 把高官政要列名单攻击 初步判定犯案动机 可能和司法纠纷有关 美国枪支暴力 有如瘟疫四处蔓延 就意大利记者拍到 美国平民涌枪状况 有人怼满前院 有人放满床铺 甚至还能摆出美国地图 住家形同小型军火库 画面相当惊人 自从德州小学枪击案后 各州校园风声鹤唳 对于是否该举行校园枪击演习 专家看法不一 尽管每次枪击惨案 都有枪管讨论 但最后多半沦为空谈 不了了之 费新闻 林权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